那么好,我是韩冰啊,今天还说这个房子的事儿,你看这个900平米大房,三层,而且这个建筑风格也挺好 还有将近两平2000平米的这个操场,150万硬是卖出去 你说我行的啥,这是不是因为它是一个拍卖房,没人敢吵了,怕这里边事多啊,这也是有关系 因为我们跟前还有一个,就一块空地,而且是一块挖地,还得自己垫,就三四十万,面积不大 就一块坑地,就也是倒边啊,他们买收粮干啥呀,咱们不知道,反正你说这块这么大面积就没人敢吵了,150万 你说这事儿到现在就解决不了,在视频和电视上啊,我就经常看到啥呢 就是那些关于那个城市里那些贷款房啊,或者咋,底价房啊 一般就是房主不愿意腾房,被法院强制执行 你说我这块呢,是想主动地想给他们腾房,解决这个事儿 还不知道找他们谁 你说这2017年左右好像是判决完的吧 现在都杀手了,才四年了 就不来给解决这事儿 我是想主动把房子给他们 把这事儿解决了 他们不着忙 你说当时这个抵押的时候 到手的,加上我还他们的钱才七十几万 670万的房子就给他们 这我都认了 当时把这还不上的时候我就行,直接就给他们都行 他们非得说得走起诉程序 走起诉程序的当时是 连本息吧,是一共他们怎么算的 反正就发息高嘛,算到110万 110万起诉的时候,他们的法务部的人也告诉我了 意思是早点拍卖,早点整理 说这玩意是多了的话,还能找给我 你看现在评估的时候 270万本来评估的就不多 这房子600多万 经过几次留牌,可能有个保底价吧 150万,到他们公司留下了 你正常你剩一点,你不得给我点 是不是,现在你不给我也行 他们还说我差差点 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算的,几倍发息啊,怎么怎么算 一直也没来找过我 我主动联系他们多少次 法院这块,我前年呢,疫情前我联系一次 他那个执行法官老弟换 后期是一个女的执行法官 我联系他,态度也非常恶劣的 我没得说完也没得问完,他就挂了 公司联系就告诉我,还得让我再拿手点 我就纳闷了哈,就这么主动的 你说把房子想给他们,把这事解决了 就解决不了 律师也问过也找过也没问明白 到这咋整 这两天朋友们留言说的那个 你找找律师找找律师 律师找过也问过 也没问明白 你相信你都是,房主不愿意腾房 咱那是愿意腾房 还解决不了 你说这玩意,你说他家的操场面积家 他这玩意哪还不值他们那个 他起诉那一百一十万呢 现在这是流派价 你到这会儿保抵价一百五万留着呢 这也太值了这么大地方 好有个重新的开始 我这块也是空的 我这空的,因为啥呢 我就是总认为 他马上就得来了,就收房子了 我就啥也没敢干这些年 说实在这些年在干点啥玩 说实在这活活活活,一辈子能好卖点 你随便给别人租出去,给你使一使 你卖个建材,卖个农药啥的 这大房子,这大空地方 这大家都多方便呢 是不是啊,那不都是钱吗 话说回来啊,就是啥呢 就我这块地方 当时这个 可能是房子建完之后 整个经营方式也是错误的 也是发现不少问题 整个死气沉沉的 我都 我都不如把这个地方免费给别人使 但我不包给一家 面积大嘛 是不是啊,屋子也多 操场也大 旁边建几个,就像冷棚子似的 花不几个钱,我免费给他使 谁要卖个农药,卖个化肥 完了,谁要这个房多吗 一楼租给一个人,二楼租给一个人 是不是啊 等个院子里人气活分起来 我免费给他们使 使个一年二年的,大伙看这块 人气也忘了,干坏也忘了,卖也好卖了 没点到时候我们说 能收股金都不用卖了 现在他们也是,我估计他们公司啥呢 你整到手卖不出去的话 还得跟着看着 我估计就是担心这个事 你说现在给他耗着吧,我是啥也干不了 下一步计划也实施不了 天天被这个事敌了着 这两次在网友们给留言 哎呀,也都说找找律师啥的 也是没有直接明白这个事 到底怎么解决 是我先找法院的 还先找他们当某公司 是怎么 我用不用给他们掏钱了 实际上是不是啊 怎么解决这个事 因为没有说的太明白的这事 有个别有说的那个 但我们来说是什么 事实际上是说的 不可能 我们来说是好 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到这块朋友们啊